我们回顾历史 中共在1956年 搞这个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就简称了公私合营 那个时候也是打着 共同富裕的旗号 然后1957年搞农业合作化 到了1958年 实行了公社化 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又是打着 共同富裕 好了结果呢 你根据这个 56年57年58年 这个连续三年 搞这个共同富裕的 一大二公结合作之后呢 应该是三年大饥荒 饿死了4000万人 这个共同贫困 所以从这里的就看出 如果你光有一个漂亮的 这个口号 而没有一个科学的 有效的这个制度 手段是配置的话 那很可能 你客气一点呢 你就好心办坏事 好 现在也是 本来来讲呢 改革开放40多年 中国呢 你从这个 当年果民经济 到了崩溃边缘 若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那么当然是有了 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了 但是要想想哦 这个物质基础是怎么来的 两条 对内 对内 就是把原先的公有制 这个 搞成是多种 经济成分 叫做一起上 把原来的计划经济 搞成市场经济 这是一个 所以到现在来讲呢 这个私营企业 已经在果民经济当中 占了50%的税收 60%的GDP 70%的科技创新 80%的 这个就业存在 90%的新增企业 等规模 那变成了56789 这个格局 但是你现在来讲呢 却反倒其他而行之 你说抓了这个 河北的大五集团 把他的免费 医疗的医院也没收了 免费交易的学校也没收了 孙大五这个农民企业家 被判18年的徒刑 然后呢 湖北的相大集团 占上有115000多万的资金 也给那个去没收了 你采取一些信息来 打击这些民企业家 本身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民企业家连续受三波 这个奇谈败论的冲击 第一波是消灭私有制 第二波是私营经济退强论 第三波是私营经济共管共享论 结果呢 2018年 中国的一般富豪移民到外国去的人数 比2017年多了50% 到了那年11月 习近平就看 不对劲了 就召开了私营企业家座谈会 就说啊 你们是我们的这个 自己人 给定心玩那些私营企业家吃 结果传达去 这个到下面的时候 有一个企业家 听完传达 就站起来 对那个书记说 党委书记说 我明白了 例如我们 是你们无奈的选择 消灭我们 是你们崇高的理想 一语斗破 道破了 所以到现在来讲呢 你现在所做的呢 正在在摧毁了 这个对内啊 就把计划经济 变成市场经济了 那个这个基础 正在这个 积极摧毁 共同富裕的这个 一个基石 这些基石